我也是要洗澡 我也是洗澡的 你還以為你洗澡的 你只能打瓶多的東西 你想 早上看你這樣就要在那裡 我把你放在那裡有辦法洗澡 用一排裝著水的寶特瓶高高低低的吹出童謠小行星 對音符的敏感度明顯有於一般人 但他不只會吹小行星 他還是 好啦 高老師我愛你啦 算了 算了 戴著眼鏡穿的白T 看起來就是個居家好男人 但旁邊出生的女人卻不是他的妻子 正濤就是兒子的高崎老師介紹的 因為他當時他的兒子是寫蔡浩 這蔡浩老師介紹的正濤 看中正濤的輝煌經歷一堆國際認證的得獎記錄 還是法國巴黎最高音樂學府畢業 是國內小浩演奏的第一把交椅 投訴人才放心把兒子交給他栽培 等之居然勾搭上自己老婆 投訴人說某次看見老婆看正凱的眼神 第六感告訴他 案情不單純 但為了兒子的音樂發展只好隱忍 沒想到隱私聚餐又讓他對這不太傻眼 我對近的地方是 就是 應該是說他先跟我講一些事情 他幹的那些事情 我當時也是很訝異 可是那時候我已經學了蛋給我 我想說我只確實想要進步了 就是我本來就不想要當作為人來教我的孩子 因為這種人覺得比得上有問題 知道的時候其實他是要我們幫忙 因為他的父親 並且他第一次犯建証器喊掉 所以當時我就接我B.A. 他就說 哎呀就為了你兒子 好那也許可能升遷 上學過著比賽 如果他透過他 我再也許可能就會 真的有不一樣的人 給我兒子未來 對鄭凱的印象已經夠差了 老婆又常常稱讚對方 才華洋溢 兩人為了兒子的音樂老師 一度吵到要離婚 今年7月投訴人終於找到證據 因為剛好他媽媽的房間 我就拿起來看 這個iPad它不是變化的正式電話 裡面有一百幾張照片 結果從前就看到了非常一致 最重要的是氣嘴那一張 然後當然還有其他 他們可能出遊去玩吧 說我不太要出去玩 結果跑去跟別人玩 結果我覺得真的很難 超人難 因為我們就是普通的朋友 然後我們那天就是一群朋友出去玩 那可能我們就是在鬧嘛 你跟他老婆之間的關係 不是很尋常啦 很密切 這個是測試已經是沒有的啦 鄭凱否認和學生家長 有不正常的連結 妻子也強調只是好朋友 但一堆超友誼證據 會說話 算一算頭上這頂綠帽 似乎已經戴了將近兩年 投訴人決定硬起來 來把鄭凱的醜事壓一壓出來 不排除提高 突發中心 報導 感動